已经知道一个线段常识 其中一个端点为A点,坐标为4,8 另外一个端点B呢,会在X轴上,适求B点的坐标 B点在X轴上,所以我们可以假设B点的坐标为什么呢? 因为在X轴上,所以Y坐标必须是0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B点的坐标为X0 那么A跟B之间,两点之间连起来的线段长度为10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,AB的长度呢,是10 我们利用距离公式 根号,X坐标相减的平方 所以4减掉X的平方 加上Y坐标呢,8减掉0的平方 好,接着我们两边平方 10的平方是100 右边这边呢,经过平方 根号就消掉,所以我们就会得到4减X 括号平方 再来这边,8的平方就是64 好,那我们继续哦 4减X的平方 把它64移向就可以得到36 所以4减X有可能等于6 或者呢,会等于-6 好,所以X就会等于-2呢 还有一个X就会等于10 所以我们这边,B点的坐标 有可能是-2,0 以及另外一个点,10,0 1,0 3,0